何老先生拍到水下三四米长的龙鱼 会不会就是湖底沉船的影子 此刻两名潜水员从沉船的上方浮出水面 他们发现经过近半个小时的水下拍摄 他们的位置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他们距离下水望海楼前面那儿 足足偏西了有200米 看来何老拍摄的既不是什么落叶 也不如水草 更不是什么沉船 说来说去还是一头雾水呀 到底是啥呀 那在风景区湖底的沉船 要是哪来的呢 莫非遭到过龙鱼的袭击 难道何老当初拍到的 真是一条特别巨大的鱼吗 经过对湖光源水体取样分析 潜水员在水下看到的悬浮黑点 这个秘密终于揭开了 原来那就是湖底的水澡和火山灰飘熟雾 经过采样 证实了湖里边的藻类是比较丰富的 所以说明这个湖里边这个耳料还是有的 这个肥油生物低端的生物吃那个藻类 然后鱼类就吃那个肥油生物 估计这个湖里边存在生物就可能还是大鱼就可能有的 我那次发现是什么呢 我就看到对面突然起到一条白浪像鱼鳍一样的在向前走 可能是鱼 但我再仔细看看湖面确实也没有看到船 那这个哪来的呢 但我一看码头这边 那边有个小码头以前 一个船刚靠上去 那就说明是这个船行走了已经靠岸了以后 由于湖面特别静 它的浪看得非常清楚 容易造成一种视觉错觉 我那上次看的可以确认它就是浪在往前走 浪还没有完全消静 采访的最后呢 当地人对我们记者说呀 在十几年前湖光岩的水位下降 附近的水库呢 曾经向湖内开闸放过水 也就在去年 因为当地的村民在湖里抓到了一条 1.5米长 60多斤重的胡子鲷鱼 这些年的日子好了 不少人呢 还会向湖里放生 所以这个水里呀 啥鱼也都有 品种好的 长期没人打扰 那这饮食充足 它长大了 那也不足为怪呀 那也是有可能的呀 说点话 您也好 我也好 都觉得有点失望 有时候也的确 这真相啊 和我们的希望啊 想象之间呢 有时候 看着距离很大 其实就是那一层窗户这儿 捅破的并不难 可我想 我们偏偏选择 我们不去捅破的 可能更能显现出 我们人类 别样的一种智慧 这话您好好做梦做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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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